好 尊敬的台湾说音学校校长 张亚军总校长 尊敬的台湾政论评论家蔡正元 尊敬的台湾名嘴郭正亮 这个博士 尊敬的各位纪大使 还有赖月谦 还有王峰 还有初一等等 这些各位朋友 这里我这里发表一个 今天发表一个简短的视频 中期有四五十分钟 今天是十八点二十分钟 这个就是在十九点里结束 那么我谈的问题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欢迎张亚军赴美交流 比如说他的八个观点 就是国家的认同 还有开放 这个问题我们独一来说 还有台湾政党的一个政治 那么蔡正元呢 回答蔡正元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地位未定 我们来讨论一下台湾的地位到底是什么 国际法的这个地位是什么 最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来实践国家的统一 现在就是因为台湾关机法 就是1979年的这个 中美政教公报的台湾关机法 和现在的这个 这个41年以后 这个台湾政策法 到底说明了什么 为什么要出差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出差以后 两岸的这个大两岸的关系 小两岸的关系会有哪些变化 这个就是说战争 能不能解决 这个中美关系和中美台两岸的关系 怎么样来解决 怎么来这个结构是什么 一个未知结构 我一定要去想战争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要 有一个国家的认同 张亚中说的这个国家认同 这个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张亚中提供的这个国家认同的问题 我想呢 这个国家的问题 认同问题我回答一下张亚中这个 这个八项 这个这个张亚中这个八项 这个旧台湾 旧国家旧党旧政 旧党旧国旧 旧台湾 这个这个到底啊 是什么意思 首先啊 我原来认为我原来认为我上次2016年 那个张亚中来这个来美国的时候 做演讲的时候呢 他就住在我们前面 多天晚上呢 我就到他那个 去带那个旅馆去看看他 看看他来的没有 我在那个地方查 查了以后呢 没有见他来 我感觉到他是不是 是不是已经来了 或者是说他在另外一个方式来进行那个 进行的一个 有说一个讨论了 见面了 但是呢 我不敢保证 那么我就是 为了为了能够正宗起见 我把我的观点 用书面的 用直播的方式 跟他播出来 以后呢再用这个书面的方式来点 我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是 国家的任务 他说的这个八个 八个救台湾 那个救台湾 救国家 救政党 救人民 救两岸关系 我想提出几个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 救国家 这个国家呢 我想 张亚中说的一个国家 是指的中华民国 救国家 怎么救国家 你把台湾是看成一个 中华民国 还是看成中华民国台湾省 还是看成中华民国台湾地区 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成是 另外一个国家 还是看成同一个国家 这一个是我们叫一个关键的问题 首先 就政党呢 就中国 中华民国呢 就是一个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现在已经 和 邮介石 孙中山创党时间的 中国国民党 那个三民主义 那个国民党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已经和 台湾的民进党 在分裂国家这个问题上 分裂中华民国的问题上 已经是大同小异 民事部 校百部 没有任 基本上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 就政党来说 可以说是 已经做到了 人之一尽 最近呢 那个朱立伦呢 到美国来 在美国国民党表参 We are here We are back 就说明 这个 中国国民党的 一贯政策 就是亲美的政策 江启成 也再一次跑到美国来 表示效忠 同名状 表示给自己一个 留一个后路 蔡英文就更不要说了 肖美瓶啊 也好 前这个 中美这个大选 都是 都是已经为了 民进党 还有这个台积电 这个 最后 隆入美国 这个 这个 东渡扶桑 已经做好了 这个 准备好了后路 用重金来铺了后路 用重金来铺了后路 现在台湾政策版 也就是现在 台湾就把自己的 实际上把那个军事管车权 把政府的领导权 已经基本上交给美国政府了 就是 基本上就是 让美国政府来接管台湾了 他们这些 他们这些 这些所谓 已经挂了号的 台独 台独也好 独裁分子也好 他们都自以为 拿到了美国的 身份 移民习国证 已经做好了 大产 sand 就是万全的一个准备 那么就是 包括 那个 台湾那个 这些只可叫 Александ What are 小小 小小 那点 那个 那个 扫苔兵啊 叶架什么兵啊 这个事情 我们就 反正 care 我們認為臺灣的形勢兵充散為 這個不是你當亞中一個人的力量 能夠改變這個局面的 因為你的觀點來講 第一個 救國家 這一點我認為 這個救國家的主題是對的 李登輝也曾經說過 一個中國的政策 一個中國的原則 就是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憲章上 二十三條 1945年註冊的聯合國 那個中國的會員國的地位 就寫的是中華民國 但是現在呢 1971年 二十六屆聯大 這個通過了2758決議 這個決議是這樣寫的 是吧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就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考慮到 考慮到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 對於 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所必要的 一個這個 必須採取的這個事業 是必不可少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唯一合法代表 我們要研究一下 聯合國組織中的中國是什麼 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一直在聯合國 中國就是那個 那個中國 聯合國在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 1971年 二十五法決議後 唯一合法的政府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考慮到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聯合國的必要性 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安全理事會 五個常常理事國之一 這就是承認 二十五法決議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不要去搞兩個中國 就是在一個 我相信呢 作為台大的教授 不管是蘇琪也好 還是馬英九也好 還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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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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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陳水扁也好 大家都應該知道一個 世界的一個國際法的一個準則 在同一時間 時間是一個要素 時間是國 國家主權的一個 政府的一個要素 固有領土也是一個要素 在這個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 註冊的一個固有領土上 同一時間 這個時間代 沒有跟跟跟跟跟 那麼 就只能註冊一個國家 就是一個國家的同一性 因此 如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叫做 國際法的同一性 我相信如果大家不懂的話 可以看看它法律 那麼 隨意 然後呢 隨意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切權力 承認他的政府 是唯一合法的代表 並且立即把 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 這個集體組織中的 一切的 非法戰友的協力 驅逐出去 這個時候的 蔣介石的代表 就是台灣當局 那麼現在後來 蔡英文又在 蔡正元又在談到 後面提到的 1979年1月1號以後 那個那個 這個台灣 台灣當局 這個定位 台灣統治當局的定位 是什麼 我在這裡呢 簡單的 不要提出一個結論來說 台灣統治當局 就是1940 台灣的地位啊 這法律地位沒有 沒有變 因為法律地位呢 根據開羅協議 台灣的法律地位 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就是聯合國 那個那個 那個開羅協議 就 美國 中國 法國 後來包括亞爾卡協議 這個 就承認 這個 要 要使 就三國的目的 就是 戰爭的目的就是 日本 無條件 就 這個 無條件 投降 並且把它佔有 非法佔有的 中國的滿洲 台灣 及 澎湖列島 一切 歸還於 中國 中華民國 就是歸還於中華民國 然後呢 就補充呢 就是 日本呢 只限於北海道 那個 九州 然後那個 這個 本島 四國 4個島嶼 之間的 林滅 以及 凝盡的 無人 就是我 同意的 無人同意的 你知道嗎 無人 不同意 you 這個 這就是開羅協議 這個臺灣問題的 臺灣問題 臺灣的歸屬問題 不存在問題的 問題就在於臺灣當局 就是臺灣當 臺灣這個是不是政府 美國 美國這個臺灣關係法 這個就說 1979年1月1號 就是 是這樣說的 由於美國總統 以終止 美國和臺灣的統治當局 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1979年1月1號前 中華人民 這個 美利監核同國承認 其為中華民國 的政府的關係 之後就不再承認 它是中華民國 美利監核同國 與中華民國的 政府的關係 然後 承認它有必要制定的 承認受限維持 美國人民與臺灣聯盟 之間保持的 官方的文化的 商務的各種關係 以促進 美國外交政策的陸續 維持 和促進美國人民 與臺灣人民之間 一切和友好的商務 文化 以及其他各方面 其他西太北洋地區人民之間的同種的關係 這一點呢 已經告訴我們 已經中止了 1979年1月1號以後 中止了美國和臺灣當局的政府的關係 今天我們就要提出來 美國提出一個 否定這個觀點的一個台灣政策法 就是恢復 就是臺灣的政府的關係 這個臺灣的政府 就明顯地就違反了自己的承諾 建交的承諾 所以呢 這個問題就是一個挑戰 就是引起戰爭 因此呢 就是要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如何來和 美利堅合同國來 這個這個討論這個臺灣問題的 美台之間 美中臺之間的關係 就現在多了一個政府的關係 這個觀點就是 違背了一個中國的美國政策 違背了臺灣關係法 臺灣政策法 違背了臺灣關係法 所以這是一個嚴重的一個 違約 這個社會契約嘛 就是American Permits 就違約了 那麼這是第一點啊 所以呢 這個戰爭呢 這個大戰爭的一個條 就違反了 反分別國家法 反分別國家法 一個是外國干涉內政 一個是和平統一無法 這個革命統一 五十步 校百步 在分裂中華民國這個國主 國家認同這個問題上 是都在製造中華民國的分裂 雇有領土的分裂 另外呢 我們在講這 所以呢 那個張亞中提出的一個 這個國家認同的問題 一切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也應該認知到 一個中國的原則 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承認了之後 一切其他的問題 都不存在問題 這個是個法律問題 不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四億人 你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 你不承認這個這個 聯合國憲章 這個法律註冊的是中華人民 那董必武在1945年註冊的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這是中國共和黨那個 十年代表之一的一個承諾 這也是中國共和黨的承諾 所以毛澤東也在1941年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提出來 我們要見的新中國就是徐明哲時的中華民國 就是明福其時的中華民國 可是為什麼到了1949年這個問題就提出來 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扣活中華民國就取消了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認知的不協調 其實這個就像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想拔著頭髮 離開地球一樣 你不可以改變的 你除非經過聯合國安理會的那個程序 你註銷或者消失 廢除中華民國 你沒有經過這個程序 法國明文規定不得處理中華民國的問題 直到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仍然承認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 這個帝制創立的中華民國 這是承認它的存在 並沒有廢除它 並沒有宣布宣告中華民國廢除了 也沒有考慮它消滅了 因為實際上也沒有被你消滅 你現在直到今天為止 還在進行的是中華民國的內戰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戰 因為臺灣是中華民國臺灣省 這個原來的軍隊 這個原來的軍隊 部分的軍隊 臺灣叫國軍 所以在誰代表中華民國這個問題上 現在是兩岸是各自一詞 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758號決議的授權 就是中華人民國就是正統的代表中華民國的正統的代表 這個就叫明定幾個 你要 正要說你要想制止這個戰爭 避免這個戰爭 就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 這麼一個法律定位 所以如果中國國民黨 你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通過中華人民國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就只有一半 臺灣說明你這個政黨 回到了九二共和國的一個中國的立場上 如果臺灣民進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 那麼這個問題 我們也可以說 你的制行 分裂國家的制行 你要回到中華民國這個軌道上來 因為你蔡英文提出的中華民國 這法律上是不承認的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你是中華民國 臺灣 是一個品權獨立的國家 你儘管派的這個小美琴也好在美國游說 這個他也不可能承認你是個政府 你現在的政法是個非法的政府 美國人的承認中是因為騙你的錢 那個蓬佩奧這樣的這個臺灣獨立 那是他要收你的錢 收你的保護費 在國際上的一文不值 一文不值 所以說呢 這個國家認同的問題啊 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臺灣問題呢 臺灣不認同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呀 大陸也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 這這個認出這個兩難選擇 這是個未知結構 但是法律就是這麼回事 法律就是一個聯合國憲章就是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這幾個國家認同的問題 我就談到這裡 你救國的主張 你就是要救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你這個觀點 你能夠在張亞東 你能夠說服臺灣人民 你還要說服大陸人民 這個觀點 我是支持你的 救黨 我認為 我認為臺灣的中國 中國國民黨沒救了 所以 過去鄧小平 鄧小平也好 指望了 與中國 那個兩黨之間 就是中國 國共兩黨之間 國共共國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這個想法 實際上只是一種幻想 不切實際的幻想 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想用 想用這個 以情感人 想用那個 過去遺史感人 以歷史上的 國共第一次國共合作 使用這種歷史來感動 臺灣的 中國國民黨 實際上只是一種幻想 你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你在政治談判當中 你得不到 這是鄧小平當中 犯了一個政治上的 一個幼稚病的錯誤 那麼後來之後呢 江澤民提出來 江八點提出一個 國家統一前 我們先 第一步 先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一個前提下 什麼都可以談 這個時間 那個李登輝 李六條提出來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如果當時 江澤民如果承認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代表的話 這個就叫做九二共識也好 江澤民的一個 江八點也好 這個問題就 It's ok 了 It's over 這個就達成了這個學校 可惜啊 江澤民當時的這個文檔 叫做 叫做 文檔叫做 王滬寧 王滬寧呢 在這個 這個是一個 行而上學的 一個 非此吉利的 一個理論工作者 他在比較政治下 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就是代表中國 那個書上就講的是中國 但是他們也是在深一步去講 這個中國 聯合國的中國到底是什麼 他不求聖結 王滬寧呢 在這個問題上呢 誤導了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和習近平 因此 他犯了一個 王明路線 陳柏達 一個康生的路線 一個同樣一個 左傾 左傾基督主義的錯誤 他把這個門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門 給關上了 所以王滬寧啊 這個行而上學啊 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一個 這個這個 這個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第二個叫封建主義 封建主義的一國兩制就叫封建主義 一國兩制也叫殖民主義的殘餘 帝國主義的殘餘 也叫帝國主義 香港就是殘餘 香港就是殖民主義的一個殘餘 那麼 那個那個那個 這個有著資本主義的 資本主義的尾巴和格局 搞一個特殊的 在一個國家內搞著兩個不同的制度 當然這個也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 一個國家的人民要平等嘛 這個在法律上應該平等嘛 你為什麼讓它司法獨立呢 你司法 你就法律 法律上你就管不到它 所以他們的反送中也好 那個那個 科門拐騙也好 在大陸上違法亂記 科門拐騙之後 逍遙法外再進行詐騙 包括現在台灣 台灣現在變成那個 詐騙犯的一個天堂 這個是一國兩制造成的一個 造成的造成的一種法律的這個 編長莫及 所以 所以 當時因為是中國沒有這個實力 完成這個統一 現在應該說 看到這個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應該拱亂反正 回到一個中國的法治國家呢 違法促從 我們現在的 過去呢 以情促從 以黨促從 都失敗了 以喪失從 然後用融合發展 出台了30條會台政策 可惜了 我們這些 這些用盡了大陸的這個共產黨 用盡了腦子 但是 想辦法來用兩岸一家親 兩岸融合發展這個 但是 農夫與蛇的關係 大家知道 你這個 你這個疫情感動不了台獨 也感動不了這個 這個 感動不了這個 中國國民黨 那麼提出來的 曾經提出的很多 想要兩岸一家親 這樣的一個 包括柯文哲這樣的 實際上都是為了 謀取大陸的更多的利益 而不是真正的出統 台灣有幾個人是真正要 想要和平統一的 想要依法統一的 想要回歸中華民國的統一的 郭蔡明是嗎 馬英九是嗎 張亞中是嗎 蔡正元是嗎 對不起 從他們的觀點上來看 實際上是兩國人 實際上就是 實際上就是遵循的是 台灣的這個李登輝提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兩國論 它是兩國論不說 還是兩個政府 中華大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台灣是中華民國政府 這就搞錯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就是代表 唯一代表 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定位 就法律定位 沒有第二個 沒有第二個政府 沒有第二個合法的政府 台灣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代表國家的政府 不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 它是代表中華民國台灣省的省政府 統治當局 我們不要叫它把這個混淆了 曾經在1979年到1982年的時候 比如說 有個叫下公權的一個 台灣那個代表處的一個代表 它提出一個 Germ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概念 但是當時的國務卿 國務卿馬上把它召見到 這個十七屆一個國務院 你這個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要是從這幾個 台灣政府的代表 那麼你就是列為 我們就列為你的不受歡迎的人 大家可以看看 沈建宗寫的這篇文章 就說 《吹吹喉嚨與吹哨吹》 這個當中的一個政客的反復 是者生成嘛 所以他就提出來一個 什麼呢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是上帝 German of the 代表上帝很在care ROC care really secure 上帝很在意 確實很在意這個問題 我們那個ROC 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所以這樣一個自欺欺人的一個騙子 衝 這個也難怪 台灣人的聰明才智都更加詐騙 所以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歷史 所以說 你救黨救什麼 你要救自己 你這個叫自作自受 你自己搬起石頭砸著自己的地方 台灣在自作自受 所以 一切的歷史呢 叫人之益盡 我們說了 這個會台政策也好 40年啊 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一個 一個台灣問題 就說明這個政策的本身就是有 是最大的問題 你跟人說了嘛 政府不能解決問題 政府就是最大的問題 政策不能解決這個這個 這個化解兩岸問題 政策本身就是有問題 所以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是經不起實在時間的考驗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封建格局 這麼一個產物 就是因為一個 這個沒有搞清楚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代表中國 這個認知不清楚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 這個一個法律的定位認知不清楚 所以 也是自作自受 中國共和中央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政府 也是因為沒有認清 中華民國這個法律地位 依然存在 所以沒有解決的 這個台灣的根本問題 性本質問題 你能東西這個 聯合國一個原則的 一個原則的本質嗎 一個原則的本質 就是中華民國就是註冊 在1945年註冊聯合國的 中華民國 就像你一個全聚德 你到了新中國叫聚德 也得叫全聚德 你叫新全聚德 你還是要回到全聚德 這個 名號 三號就要上過來 所以 中國共和中華在這個 這個認知 這個一個中國原則的 這個白基書當中 至今沒有改正這個錯誤 認知沒有糾正過來 所以那個波亂反正呢 所以這個問題是不完整的 所以 在目前的情況下 習近平是解決不了 中國的臺灣問題 也就是不能解決中華民國的臺灣問題 它的理論 它的路線 它的政策 沒有改正過來 沒有認知到 去著論之事 經理之非 沒有認知到聯合國的憲章 就是中華民國的憲章 成了一個中國的政策 所以這個問題呢 就搞得 臺灣 它就變成了中華民國的政策 這個就是 其實中華人民國國 明明擺著 自己就是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的政府 你自己不敢承認 這就叫做自作自受 你就把這個權力 跟美國就裝了一個空子 臺灣民進黨就裝了一個空子 你把空心犯 蒼蠅不丁 無縫的彈 那麼中華人民國國就是這麼一個有份的彈 所以這個權威啊 我們說 這個這個那個 你提出在這個 張雅松提出來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八個那個什麼 那個 八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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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八個問題 開放啊 教育啊 都是問題 都說得很對 我認為臺灣的教育 我就是李遠哲搞的這個 這個把臺灣的教育去中國化 去中華民族化 去那個 臺灣化 這個時候就搞得這個烏煙瘴氣 到現在搞得這個詐騙人當 所以臺灣的根本問題在於教育 這個教育就是大廈塌了 這個臺灣那個中華民國的 這個大廈就塌了 中華民國就沒有基礎了 臺灣那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整個就塌陷了 是實際上只吃一個空殼 臨存實亡了 所以臺灣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臺灣是個教育的問題 是個整個全體人民 這個這個這個人民 對這個中華民國的認知的問題 三民主義已經沒有了 三民主義 我們提出將來的新三民主義 要提出個新三民主義來 叫做民和民心民力 當然這不是你 蔡英文政府 你依靠蔡英文政府 那叫死屁推動了 所以鄧小平把一個一個錯誤的 把沒有分清 這個這個沒有進行階級鬥爭的分析 也沒有認清在臺灣依靠誰 臺灣你把臺灣發展之權 給了臺灣民進黨 臺灣或者是那個國民黨 這個就等於操之在人則亡 他們臺灣國民黨 臺灣那個那個民進黨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目人 也是中華民國的絕目人 這一點鄧小平至今沒有搞 自己當然了 鄧小平理論始終沒有搞清楚 而這個江澤民 胡錦濤 習近平一直堅持鄧小平 只有鄧小平理論 而沒有別的理論 能夠解決臺灣問題 這個就犯了一個形而上學的一個錯誤 維新主義的錯誤 理論脫離實際 就官僚主義 這麼一個 這麼這麼 以己推人 你香港科學新聞我就看 你要以這個東西依法推人 所以呢 真正的問題呢 是兩邊有這個建設不中法 建有問題 人也有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談的這個推動這個國家統一 國家認同 這個國家認同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其次是體制 體制問題當然要改了 一個國家只有一種體制 你只能有一種憲法 就必須回到一個憲法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的統一的法律 不能搞出 你這個地方可以搞出一個憲法 但是不能违背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民國這個憲法 就是一個人民共和國 就是有任期制 不要搞終身制 所以中國共和共和黨 作為一個執政黨 也不能搞特殊 按照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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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共和的共和制這個條件 就是要有任期制 就是要接受人民的監督 就是要不斷地檢討自己的 重視的錯誤 哪能有這個這個 毛澤東的毛澤東那個 在重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就犯下了留下了一個 中華民國這個禍根陷阱 沒有解決 鄧小平更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中華民國這個 這個他的地位 法律地位 和國家認同的問題 就提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代表中國 這個叫做湖倫村島 所以叫做模糊政策 但是你要模糊的表情 你作為國家領導人 國家政府 國家研究這個政府的機會 中國的兩岸的人 都在一個 都在中華民國這個問題上 不求甚解 你急昏昏使人糟糟 所以中國 中國的問題就始終沒有解決 非禮無事 知之而後有定 中國有一個言語叫 定名止歌 指歌 你名字沒有確定 這兩岸還在為一個兔子在爭 兩岸為中華民國的內戰 還在為中華民國的名稱在爭論 直到現在 中華民國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 這就是一個天大的一個錯誤 然後呢 然後呢 中華民國呢 你不承認它 它是那麼 那麼台灣就要承認 裸代表中華民國 所以這個就成了一個爭論的問題 一個public 對吧 所以就出現了兩岸的爭論 直到現在沒有解決 按照現在按照一國 一個中國原則白皮書呢 那個三個原則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政府 也沒有解決好 台灣當季統治黨到底是什麼的定位 這個我們就兩個在一起 對吧 蔡正元就提出了很多 這個說美國的附屬國呀 一國兩制呀 或者什麼 台灣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 台灣就是 他回 他在台灣這個土地 就是中華民國的國土 固有領土了 因為在戰後按照 按照亞爾塔協議 蘑菇斯坦協議 按照亞爾塔協議 他就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 台灣當地就是中華民國 台灣省 Province 沒有 台灣統治當地就是台灣 統治當地的定位 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的台灣小政府 這個問題我們不敢談 我們又要把這個小政府 變成一個國家 這是台灣政府的搞成一個 給你自欺欺人 瞞天過海的一個 一個一個騙子 一個空手套白狼的一個套 言二道靈的一個套 我們又在 鄧小平理論 然後又拿這個合併統一 一國兩制來 克舟求見 守株待兔 習近平現在就是 守株待兔 讓你再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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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來做 就是克舟求見 克下這個一國兩制 這個 這個模式來克舟求見 所以 中國共產黨辦了一個形而上學的 維新主義的錯誤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很嚴重的 認知 這個認知不協調的問題 同時也就是法律的理論 理論呢 就是理論 脫離實際 這個理論脫離實際 就犯了一個 這個官僚主義 這個還有還有主觀主義的錯誤 所以說 二十大在即 我們這個黨 就 中國 中國黨 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 我們高喊萬歲 高喊萬歲 偉大光光正確 但是我們自己沒有發現問題 這個質疑 這個質疑是什麼 這個問題理論上是不清楚 理論脫離實際 他希望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和平解決不了 戰場上得不到什麼東西 你在談判桌上 和平的東西上 你永遠得不到 現在因為台灣要找什麼 台灣現在民進黨是 走的是 一美謀族 一日謀族 加入這個 這個 日本 美國呢 就把它加入到 整個加入到 北約這個組織 這個體制當中去 就是把它拉到一個 小跟班 那麼現在下一步 美國就要全部的 把接管這個 實際上就接管 台灣的這個 黨政軍 要美國來一手來 操縱這個問題 到了這個程度了 中國還在這裡 不急啊 我們不能突入 美國這個 這個戰爭的圈套 我們不能發動戰爭啊 恐美論 恐戰爭論 恐武論 就是 就深犯了 通俗遺跡 破壞了我們 我們這個 鄧小平說的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這個政策 實際上 這已經到了陷阱了 已經進入了死胡同 鄧小平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已經把中國共產黨 拖入了一個死 陷阱 這個就是一個歷史檢驗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為什麼台灣不承認自己的中國人 連中華民國人都不承認了 你看那個蔡英文 他連雙春國慶 他都不願意承認的 你能指望著這樣的人來 你能指望著這樣的人來 來和平統一嗎 來實現你的和平統一嗎 所以我們說 我們以法促從失敗了 我們以商促從失敗了 我們以情促從失敗了 我們以種種的優惠政策 會臺政策失敗了 這麼多失敗 這麼多年 這麼多人 坑門拐片 霍國陽明的政策 我們都失敗了 包括現在搞半導體裁育鏈 我們上了多少帳 賠了多少學費 台灣人騙了多少大陸的錢 我們失敗不敢承認 就像一帶一路 打掉牙齊和血村 我這個牙齊村掉了就是和血村 說起來這些都 大家都氣憤填膺的 只不過就不願意說出來 共產黨自己知道自己有自知之明 到現在為止 不知道自己的政策錯在什麼地方 它在成天的歌舞聲明 這個偉大光榮正確 任何一個國家 它都有兩面性 俄羅斯也好 美國也好 哪個政府都有兩面性 唯獨中國共產黨不承認自己的推薦和失敗 這個是個非常嚴重的形而喪絕問題 如果這個觀點不改 一個政黨一個民主 它就這樣 那就會走到亡黨亡國的地步 這是鄧小平當天 對男性講法是這麼說的 習近平也講到的這個 這個蘇共二十大的沒有一個是男兒 就是要自己要看到自己的缺點 要反省自己的缺點 所以這個兩岸走向和平 憑什麼走向和平 你要按照法律 你要按照規律來走啊 你只有 只有 只有 你用實力來解放了台灣 證明你是一個國家的 真正能夠維持有這個力量 有這個國家的權威 能實現人民民主專政 能夠實現真正的中華民國 你實行 然後實行軍管 軍政時期 然後實行軍政時期 民政時期 形成憲政時期 你才有這個 可以實現的 大家能力信服你 你才可以實行這個民主政策 民主憲政這個政策 在這個沒有實行之間 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 就是中華民國之前 這個就是基礎 政治理論基礎不存在 不存在共同的認知 沒有理論的認同 所以呢 你要不要去想 所以 這個挖掘 這個也不要想 這是一個 石頭能夠變成雞蛋 你用你的 你用你的情緒去穩熟一個基礎 它還是底蛋 它是毒蛇 它還是毒蛇 本質沒有變 我們一廢情緒去穩熟一個 我們一廢情緒 兩岸融合發展 內心主義的錯誤 你不考慮你的 你的對象是什麼 所以 這個批評來講呢 是應該自己檢討自己的政策 是因為你忘記了積極鬥爭 你忘記了國的這個法律 你忘記了自己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法律定位 所以 按理說 你這個法律 你誰受宰 聯絡國授權給你 人民大表大會授權給你 你在這個法律上 你認知不到位 你自己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 波亂反正 我們在談那個 台灣 在 第二個問題 談第二個問題 就台灣關係法 台灣政策法 就出爐 就把我們逼到了 一武逼合 一武逼統 一武逼祥 因為其他的政策都已經失敗了 和平統一 達不到和平統一失敗了 和平統一 台灣的和平統一是和平獨立 和平分裂 和平 就是和平分治 張亞東提出來的就是和平分治 保持台灣是和平 歸戰爭和平區 你不承認一個國間 不承認中華人民國就是中華民國 你保持著和平能力 就是你把自己建立在一個沙灘上 你都不承認中華人民國是代表中華民國 你怎麼能夠和平分治 這個既想要和平 又想要不同 又要獨立 這個不承認中華人民國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臺灣少 我們不要被這些花里胡桑的東西 購入國家的那個什麼呢 臺灣就是法律的一個基地 就是這樣的 從美國認同也好 那個聯合國認同也好 臺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就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國也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是法律的延續 把自己變成法律的一個 這個法律這個 你亡在法下 我們現在習近平是亡在法上 把中華人民共亡在法上 這是錯了 你把你自己職於聯合國現場之下 你不能把自己的國內法 凌駕於國際法之上 這問題就解決了 臺灣第一位就解決了 你一旦回到了中華人民共亡 就是中華民國的問題 臺灣就是中華民國臺灣省的問題 這個問題既清晰又簡單 又明了 又能說服人 何而不為呢 名正而言順 就能取信一名 你中華人民共亡就是臺灣 臺灣就是中華人民共亡的一個 你這樣一個隔了一個 隔了一個山 他就不承認 這就變成了 這裡要有個出化劑 我們知道化學反應 它必須要有出化劑 這個出化劑就是聯合國憲章 沒有憲章 聯合國憲章 一個中國的原則就是中華民民國 你就把這個法律定位 中華人民共亡國 中華民國臺灣省 就聯繫不起來 你有了中華聯合國憲章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國際憲章 和平憲章 就有了聯合國的2758決議 那麼就把中華人民共亡國 和臺灣省的法律地位 就聯統起來了 就理順了 你現在理不順 你現在習近平 到現在沒有理順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不單單是以武逼迫 這條路 我們法律上也要搞得 庞蕩蕩蕩蕩 明明白白 這就是一個 我們徹底的維吾主義者 是無所未必的 你不能完全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 你否定中華民國的存在 就否定了你自己 中華人民共亡國本身 所以我們要記住 我們中華人民共亡國 毛澤東就說的 就是名夫其事的中華民國 毛澤東在紀念深中山 那個文章裡頭 紀念深中山開創了 建立共和國的一個歷史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另立一個新中國 而是1911年 深中山心態革命 武昌起義 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的延續 所以你按照我說 你10月1號就應該最主撞 國慶節就應該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讓全中國人民講清楚 安民告訴 既告訴全中國人民 全中國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是建政大點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的 毛澤東在對外宣告 我們是以政府的名義 宣告成立的 所以呢 我們希望 要人會有自知之明 聖人者有力 我們能夠戰勝台國 我們能夠戰勝台外民進黨 聖人者有力 聖敵者強 你用戰勝台外民進黨 你之後戰勝的 中國共和國共和國只有戰勝 다치 只有戰勝的自己 自我革命 手心相約 又要知乎漏者在雨下 知政施者在朝野 知经募者在诸子 郑习近平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轮到自己的 就是缺乏自知之明 所以反独促从 首先要自己要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要自我革命 把刀子放到自己 把习近平的思想要解放 解放习近平的思想 解放邓小平理论 解放毛泽东的思想 你这样才有资格 成为二十大的一个接白人 我说你 作为中国共产党 你都不能够自己 研讨自己的错误 历史的错误 怎么能够面对未来的 全球化的一个重任 不管你现在的中国的历史地位有多高 但是这个历史地位 你自我检讨 自我革命的地位 一定要坚持到 现在到了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这是要自己 我现在已经不再舍望 我已经不再舍望 你2022年10月1号 你能做出一个自我 像样的自我检讨 我也不指望你 2022年10月10号 能够再像武装起立一样 再发动一次心态革命 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解放台湾 因为你的思想没有达到那个地步 你理论上你就缺乏这一点 你理论上没有解放问题 你就不可能指导你用正确的行动 所以我也不指望你2022年 2023年1月1号 能够成立新中华民国 至于我后面提出来的三民主义 那个新三民主义 那个军政时期 那个民政时期 宪政时期这三个阶段 那个每个十年一个计划 十年苏母百年苏人这么一个计划 还有中美合作的一个大的格局 我已经现在 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少 首先要从自己 这个第一步 就是要解决自我革命的问题 中华民国国 中国共产党要写这个自我革命问题 自我革命不是让你放弃滴滴滴动腾 而是让你拿起 思想的武器 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在那秀华周文章 不是在那两岸一家亲 我今天呢 今天讲的话呢 我一点也不激动 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面对的是 一个是蔡春元 一个是张亚中 这些都是在台湾具有代表性的 一个有知之士 史在族阶层 我们要把他的思想也解放 不但是要解放他们 要认知 要告诉他们台湾地位 台湾 giggles solid Nicolas 国 典子 当地的地位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省政府的地位 它不可能成为 那就是